我们首先来关注注力全球战役的中国疫苗 当地时间2月16号 第二批来自中国的新冠疫苗运抵摩洛哥 摩洛哥航空公司当天派出了一架专机运送这批疫苗 这批疫苗运抵后被送至摩洛哥卫生部冷藏中心 在经过技术性检测后 这批疫苗将被分发到各个疫苗接种点 我们向下保障医力的保障医力 同时我们要继续有批准的保障医力 然后我们将会在状况中 在状况下的新冠疫苗 我们将会有防御医力和防御医力 我们将会有防御医力 而在状况上的重点 我们将会有防御医力 这就是重要的重点 摩洛哥于1月27号收到首批来自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 并于1月28号正式启动全国接种计划 截至2月16号 摩洛哥全国已有190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